伊朗 伊朗世界能源大国 能源产业是伊朗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但与此同时 伊朗电力基础设施老旧 电力装备制造工业发展严重之后 为改善电力工业发展状况 伊朗将大批新建升级改造的发电和电网工程 列入新的施政计划 虽然伊朗是能源富极国 它也知道石油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所以它也十分重视开发新能源 所以它这个国家 各种条件综合因素决定了 它这个水电这个国家是有发展前途 电站和水坝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我们其实非常领先的一个行业 或者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由中国能建旗下 葛州坝集团成建的伊朗鲁德巴水电站 是伊朗电力系统的主力电站之一 伊朗鲁德巴水电站是伊朗最大的河流 卡伦河上的重点规划电站之一 在1994年就开始进行了规划设计 到了2003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具备了开发的一些条件 我们这个鲁德巴工程分四个系统 一个是这个大坝 第二个是导流泄流系统 第三个是饮水系统 第四个是地面发电厂房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大坝系统 这个大坝采用的是 粘土新墙结构的大坝 这个大坝的高度是162米 大坝的长度是211米 这个兼有防汛 抗旱 灌溉 环保 等诸多效益的项目 对改善伊朗的电力结构 发展和再生能源 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占领意义 这个项目的意义 它装机45万千瓦的话 占整个伊朗水电装机的 大概比的占40%左右 在伊朗算是比较大的电站 它的主要功能是 用电高峰期的时候 它发电改善 再解决在高峰期的电网 供应能力 供应质量的问题 伊朗总体来讲 是一个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 广大的中部地区 高原地区都是比较缺水的 所以中国公司 同伊朗公司合作 在这里建了几座水电站 包括我曾经去参观的 鲁德巴水电站项目 这个是集防洪灌溉发电一体的 这么一个多功能的水电项目 深受伊朗的欢迎 除了主动适应伊朗的标准 有效改善伊朗电力条件 使用并培训当地员工 是中国能建在鲁德巴项目 实施本地化策略的另一亮眼之初 从技术转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中能建通过我们在伊朗的一个项目 实际上他们做了非常多的本地化的一个工作 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层面 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的交流 去了解中国在水电发展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能够把我们中国在这方面 就是水电发展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能够介绍到当地来 同时能够提升当地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我们中国人大概高峰期也就一百多人 但是刚刚我们聘用的当地资源 也就是最高峰期达到了三百多人 同时当地公司 我们当地合作方的话 实际上当地就业也有将近千把人 所以这个项目光直接解决的当地就业问题 就达到了上千人以上 我觉得这是八岁 但是从八岁到这里 很多人从这村子来到这里 他们为自己的工作 很多技术 很多技术 他们学习 其实是非常好 这个员工他不了解我的技术 不了解我的产品 我必须要对他进行培训 也加大了当地的工人 当地的人员 对我们中方的一个理解 一个认可 更好的是 就是通过这个提升了他的技能 也算是对传传中医之内有益 做了一些工作吧 因为这个合作是互利合作 不单是中国公司在这赚钱 而且中国公司在这合作 带动了伊朗的经济发展 促进了就业 许多企业雇佣了大量的工人 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拉动了伊朗的出口 提高了促进了伊朗的经济发展 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利双赢的进程 因此受到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支持 也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